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那么坚固 却在突然谈到自己将来如果有什么意外时 他觉得张静一定会另外再去 当中立提提出疑问 怎么可能你丈夫那么爱你 蔡绍芬却扎心戳肺地说出了四个字 现实一点 再加上最近蔡绍芬紧急出售豪宅仓促搬离上海的举动 不禁让人怀疑他们的婚姻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没遇到张静之前 蔡绍芬是个表里不一的女人 他拥有盛世美颜 17岁参加港姐竞争获得季军 从此在娱乐圈打响名号 天生励志的绝美容颜让她绽放在大舞台上 成为了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但谁也不知道 蔡绍芬的私生活并不像表面上的那般光鲜亮丽 相反欠创百孔 童年的蔡绍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她跟母亲一直都在逃亡的路上 所以这种打一枪换一地的生活方式 让蔡绍芬总是还没来得及认识新朋友 就要背起行囊 起身离开 可对于蔡绍芬而言 最惨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母亲每次输钱回来 对她无情地责怪与打骂 和站在一旁看她挨打 也从不护着她的亲哥哥 这些都是蔡绍芬小时候的噩梦 可她却不得不在这种噩梦般的生活中夹缝生存 因为那些折磨她的人都是她的亲人 所以善良的蔡绍芬为了讨好母亲 早早便离开校园 成为了一名小小打工人 只为多挣些钱来贴补家用 好让母亲对她施舍一丝母爱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她辛苦挣来的钱 对于母亲的欠下的赌债而言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所以她的努力不仅换不来母亲的另眼相看 反而让母亲觉得她更无用 最终 因为背负太多家庭压力 年仅15岁的蔡绍芬被迫走上了 超级模特大赛这条道路 可比赛结果并没有如她所愿 因为自身年纪太小 身材也还没有完全长开 所以仅凭一张好看脸蛋的蔡绍芬 还是不幸落选了 不过蔡绍芬并未因此灰心 为了能够挣更多的钱孝敬母亲 两年后她再次鼓起勇气 站在了香港小姐选美的舞台上 这一次站在舞台上的蔡绍芬 身材发育得刚刚好 脸蛋也出落得更加漂亮 最终她一路高歌获得了季军 比赛结束后 贴币也迫不及待地将她收入麾下 自此蔡绍芬终于将自己送进了娱乐圈 也成功将自己变成了母亲的赚钱工具 她进娱乐圈之后 蔡绍芬一刻也不敢停歇 她趁着自己继军的头衔正热 一度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拼命三娘 极度空灵磨刀侠情 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 大化细油之月光宝和 一年一步累得像个陀螺 那几年她一直都在努力拍戏赚钱 而赚钱的背后 都是为了她那个试赌诚信的母亲 以及母亲欠下的那好几千万的赌债 可她渐渐地发现 母亲欠下的赌债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她前前后后还了近八千万 都不曾看到希望 那时的她几乎快要崩溃了 不过好在她刚出道没多久 就得到了女星狙击手刘鸾雄的青睐 所以在大刘的帮助下 为母亲还巨额赌债 也就变成了轻而易举的小事 而蔡绍芬也在大刘为她花费 上百万大百生日宴开始 便已经芳心暗许 成为了大刘后宫的女人之一 与此同时 大刘的野蛮贵妃李嘉兴 也将自己的作战目标 从红星转移到了蔡绍芬的身上 而大刘的正宫保永勤 眼见李嘉兴气夜如此嚣张 心里也担心自己正宫的位置不保 于是她携手毫无背景 又听话顺从蔡绍芬 开始一起对付这位野蛮贵妃 她不仅任下蔡绍芬做干女儿 而且还自掏腰包 为蔡绍芬的母亲还了不少赌债 感动的蔡绍芬当场决定 对保永勤为命是从 而单纯的蔡绍芬 在保永勤的默许下 与大刘的感情也更加如交似漆 此时一旁的李嘉兴有点慌了 因为大刘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她了 很快蔡绍芬在保永勤 每日备孕汤药的滋补下 成功怀上了大刘的孩子 不仅如此 保永勤还专门请大师 为蔡绍芬看胎像 并买通大师 让她当着大刘的面 说蔡绍芬怀的这个孩子 自带富贵命格 此后她要好好照顾 有了大师的话 大刘更是看重蔡绍芬肚子里的孩子 而蔡绍芬心里纵使有些忐忑 脸上也得挂上灿烂的笑容 毕竟是人家嘴短 男人家手软 可当蔡绍芬慢慢开始 接受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时 保永勤真正的目的 也逐渐暴露出来 她借着蔡绍芬生日之际 大肆驯养他们家双喜灵们的好事 很快李嘉兴就听到了风声 给情敌过生日 她能忍就忍了 可谓大刘生孩子 影响她上位的事 她绝对不允许发声 于是她想方设法 溜进了蔡绍芬的生日宴 上去就给了蔡绍芬两巴掌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脚就朝蔡绍芬的肚子上踹了下去 结果显而易见 蔡绍芬被踹到流产 在医院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 等她想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 她也不敢再继续留在大刘的身边 而李嘉兴因为狠心谋杀了大刘的贵子 也被大刘打入了冷宫 自此保永勤的计划终于完美结束 她成功除掉了丈夫身边的两个女人 结束了自己长达六年的情妇生活后 蔡绍芬转身便遇到了一个 与她经历十分相似的男人吴奇隆 一个为母还债 一个为父还债 俩人很快相互吸引 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恋人 那时的蔡绍芬一边劝着母亲戒赌 一边还要继续为母亲还赌债 再加上外界对她做大刘情妇的事情 又指指点点 一度逼得蔡绍芬蒙生了自杀的念头 所以在蔡绍芬的眼里 吴奇隆一直都是那个 给她勇气生存下去的人 而在吴奇隆看来 蔡绍芬的孝心不止令她感动 更让她蒙生了一种保护她的欲望 所以她人前人后 总会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会对她更好 可往往誓言总在激情前 两人悉心相惜了仅仅三年 便到了挥手说再见的时候 有人说他们是因为 一直背负着家庭巨额债务 压力太大 所以才选择了分手 也有人说 是因为吴奇隆爱上了玛雅书 所以才导致蔡绍芬 挥泪斩断情思 可说归说 猜归猜 关于两人真正的分手原因 大家始终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 其实回头想想也是 两个在娱乐圈辛苦打拼的年轻人 面对自己适度诚信的亲人 怎能没有压力 所以说 即使再相爱的两个人 也不得不相信事妥协 正所谓 真经需要火炼 真情也需要考验 且考验的方式变化无穷 出其不意 而蔡绍芬生命中最大的考验 就是那份沉重的母爱 从未享受过一天 却要为这份母爱 偿还上益的债务 更为此送上了自己一生的清白 可她换来的却是母亲无情的诋毁 面对记者们的提问 蔡绍芬的母亲丝毫不顾及女儿的颜面 大言不惭地说道 她是自愿和刘鸾雄在一起的 简单的一句话 便将所有的脏水泼在了自己女儿的身上 然后转身便拿着女儿做情妇 给她挣来的钱 做到堵桌上挥霍 这一次 蔡绍芬的心彻底被伤透了 她毅然决然地与母亲断绝了母女关系 面对镜头 她哭着说道 我真的顶不住了 钱都给了家里人 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有钱 你们也不要再借钱给她了 我好怕 我真的无能为力啊 其实说到底 她当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 可她面对的压力 却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刘兰雄对蔡绍芬而言 更多的像是一颗救命稻草 哭过之后 蔡绍芬再次成为了娱乐圈中 有名的拼命三娘 因为此时的她既没有大流遮风挡雨 也没有吴奇隆在身边嘘寒问暖 所以她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2003年 蔡绍芬来到了电视剧《水月洞天》的剧组 结识了和她一样只会说广东话的张静 很快一向沉默寡言的张静 在蔡绍芬的带领下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 蔡绍芬对这段感情存有芥蒂 直到他们玩跳远时 张静以断手指的代价彻底获得蔡绍芬的真心 可经历五年爱情长跑 张静犹犹豫豫豫不求婚 这把蔡绍芬急坏了 方出狠话 不结婚就分手 张静听到后没有挽留 直接答应 并帮蔡绍芬收拾行李送去机场 这可把蔡绍芬吓坏了 幸福过往略过心头 可马上真的要分手 蔡绍芬眼泪哗哗直流 张静的情绪也有些缓和 看到酷个不停的蔡绍芬心软道 以后还敢不敢提分手了 蔡绍芬听后立马认错 频频点头 张静挽留方式绝了 让蔡绍芬再也不敢提分手 如今俩已结婚多年 儿女双全 从刚开始不被所有人看好 到如今大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蔡绍芬和张静用行动和事实 证明了他们的感情 更证明了他们当初的选择 近年随着内地娱乐业蓬勃发展 许多香港艺人纷纷选择北上定居 其中有很多人选择定居在 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但是近日 港媒爆出蔡绍芬张静一家 已经低调搬回香港老巢 并将上海的豪宅放租 而他们一家人在上海生活的时间 仅有一年时间 古人云 良情择目而息 父母有这个能力给孩子 提供更好的物质和教育资源 到底选择在哪里生活 他们也是经过一番盘算的 蔡绍芬竟然回了香港 就祝他们一家能有更好的生活吧 就是不知娘娘这次回潮 能不能顺便回趟TVP拍几部剧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